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外国客户 听说读写就突然好像卡卡的卡住了 不晓得说老师对于这样的 比如说要怎么样提升的英语力 有没有一些建议或一些方式呢 那我记得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因为徐薇老师也卡过 你搞不好就觉得你卡也没什么 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大家不敢开口讲 是觉得哎呦拍赖 有讲错很丢脸 其实我好了 我自己考试考得那么好 英文程度那么好 我也卡过很丢脸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才19岁大学二年级 大家可能听过 就是我去当那个大卫魔术师的翻译 那么大卫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很兴奋 我19岁那是几年前 6年前 然后才25岁 大卫第一次来嘛 结果呢他们这些老外很新奇 高速公路上旁边一座庙 这个真人真实 大卫后来你问我我是翻译吗 我在19岁小孩子 他问我 嘿 what's that 就问我那是什么 我想不出庙的英文怎么说 我考试我很厉害 可是我很紧张 我就是 可是卡住了 你知道这个单子 可是我就是想不起来 我就 嗯 嗯 That's a meow 喵 你就让老外以为说 这是中国的东西 没有英文字 然后那他就问 What's a meow 我就乱讲 Oh a kind of building People go there to worship God Ex for something they want 我就乱解释 然后那几个老外就 嗯嗯 哦你知道吗 多丢脸啊 然后我在车上就心跳很快 想哎哟 妙怎么说妙怎么说 后来到了台北饭店门口 我一下车我就想起妙叫做 Tempo 对 所以就马上告诉我 就假装不在想这件事了 你真老实 你这不能承认啊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K是正常的 你知道吗 因为说 哎呦老师你英文那么好 你也这样子你好丢脸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你平常运用的不多 你讲的不多 你听跟说都非常的 这个叫什么意思呢 就是鲁顿 当然会K啊 可是你多K几次以后 你自信心会慢慢出来 你不能因为K每一次都不给自己去 去练习的机会 老师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那一般我们上班族 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没有那么多机会 比如说你的工作范围 就没有机会有K的机会 你应该怎么样去 会鼓励一些大家有什么方式去 多一些K的机会 可以让他听说读解上面有一些能力的改变 其实我要跟所有上班族讲 所有东西一切都在勇气 大家刚刚没有发现我的故事里有个漏洞吗 第一个漏洞是六年前十九岁 这是大家漏洞 那第二个漏洞是什么 第二个漏洞是说 十九岁的我 怎么可能去当这种国际巨星大卫魔术师翻译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怪吗 你发现这个问题吗 现在发现了 这就是要告诉上班族的 为什么 因为当我知道大卫要来台湾演出 因为大概那是很多年前的台湾 没有专业的翻译的概念 也没有口语人才的训练 所以我知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年龄很小 我程度其实可能也不够 资历经验都不够 可是我主动争取说 我要来应征 然后老板不录取我 我说我工资很低廉 我愿意每一天 谁传谁到 主动去争取 我主动去争取 所以我那时候去大卫翻译了一个半月 我前一两天真的卡得很厉害 可是后来一个半月之后 我发现 因为我24小时跟着他 我一个半月之后 我中文都讲不到出来了 因为几乎都在讲英文 你自然 这就是答案 然后告诉了所有的上班族 你说没有机会我不认为 机会是你自己找的 最后想请教一个老师 就是说那你觉得说 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外国客户 或者说我第一次有机会 跟外国人沟通的时候 即便我有英文有一定的能力 有没有一些沟通的秘诀 或技巧 可以让我们在沟通上 可以比较快的进步状况 或在语言上有点帮助的 我们跟外国人谈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忌讳 比方说发音有一些不是很精确 听起来像骂他 像脏话 或实态用错误 会让他以为这事情已经结束过去了 因为你用过去是他认为 他这个事情closed不用谈了 所以其实你到那一步的时候 你能犯错的机会是 你能犯错可容忍的限度 应该也已经很 应该要很小了吧 因为你说你已经在职场上的话 公司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认为 还是前面当菜鸟的这种经理 要尽量让自己越多 赶快磨练出来 赶快成为 然后等到真正的机会来的时候 就可以好好的去表现 谢谢徐薇老师 我们天下讲堂 下一周再见咯 拜拜